哈喽,小朋友们好,我是唐唐姐姐 小朋友们好,我是婶婶姐姐 看,今天小雪儿来到我们这里了 大家好,我是雪儿 我是雪儿的妈妈,说了一件事情 唐唐姐姐很不高兴 雪儿的妈妈说雪儿,因为不爱吃水果,老挑食 为什么不爱吃水果呢? 小朋友,你们也不爱吃水果吗? 像我们这里的大柠檬,里面含的维生素C特别特别的多 吃了对身体特别好的 可是这些水果一点都不好吃,我看着就没有食欲 嗯,那怎么办呢? 有了,我有好办法 那我们可以用水果做出各种各样漂亮的造型 那看着就会特别特别有食欲了 漂亮的造型? 对呀 你们能够做多漂亮的造型呢? 我就是不喜欢吃水果 嗯,雪儿 那你就等我们做完了,你再来说,你不喜欢吧? 嗯,那好吧,那你们快点做,我看看故事是多个好看的造型呢? 那我们要开始了,请雪儿到旁边去等一等 好 来看看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水果呢? 大柠檬 鸡子 黄瓜 黄瓜是蔬菜哦,蔬菜也要多吃 然后还有泥花糖和小番茄哦 嗯,那要做水果拼盘少不了我们的大盘子 大盘子 我们要做一个大盘子 小盘子 都能吃掉 需要用刀 菜吧 把刀 我们这呢,是要切的 要切的时候呢 小朋友们看看,刀特别的锋利 好 小朋友用刀 我会擀到手的哟 对了,小朋友用刀的时候一定要请爸爸妈妈来帮忙 不可以自己去切哦 嗯,那我们开始咯 好 我们拿一个小番茄 我要用到酸酸的大盘子 我的番茄跑了 我们两个一起切的时候也要小心 不要碰到对方的手 我一定要小心的切哦 好,切着的时候我就能闻到酸酸的味道了 我也闻到了,好酸啊 那我一会儿请你品尝一块 不要不要不要,那么酸的东西 啊,很香的 真的很香吗 很香呢 我要用一个碗就够了 然后我需要许多许多的小番茄 我也是 现在呢,我们把水果全部切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拼盘吧 嗯,希望把他们都切好 嗯 瞧,已经切好了 现在呢,我们就是要来盘了 好,那我开始了 嗯,我把它放到我的盘子中间 我要拿小橘子 小番茄 用小番茄来摆到旁边 小橘子摆一个草地 我这是沙滩上哦 哦 什么 我的可是在沙滩 沙滩 沙滩 沙滩上的东西离不开我 这个 沙滩上的东西离不开你 那是什么 大太阳看不出来吗 哈哈 那个大太阳的那个黏膜会不会太太太大了呀 什么叫做大太阳 用我给你普及一下大是什么意思吗 嗯,我觉得你的那个好像没有尾的好看呢 哦,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小番茄是啥吗 我小番茄 我做出来你就知道了 沙滩上好像没有红色的吧 嗯 因为哈 我这个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不需要创意 你懂吗 嗯 哎呀 大太阳做好了 然后呢 嗯 然后你是要做完了吗 别急,急,急什么 我可是要做完了哟 我可是要做完了哟 不要换一个 太阳的虾柄 放上两颗绿绿的小草 你做完了吗 嗯 我已经做完了 看不出来 我现在正在给它整理整理 我都看不出来你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等我整理完你就知道了 你看 现在不管我做的好不好看 都能看出来我的是太阳 你的 一会我们请小雪儿来评判一下 我的是沙滩上标志性的东西哦 这个 这个 能够不错 试一下 快一条 好 把我的边弄一弄哦 好了 你也做完了吗 啊 好 那我们请小雪儿过来吧 看我们这堆食材 快快拿走 用完了吗 用完了 拿走吧 拿走拿走拿走 快看 我的已经做好了 我也做好了呀 嘿嘿 那我们现在先雪儿过来吗 嗯 雪儿雪儿快回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我看看 哦 你们做的都是什么呀 雪儿你快猜 快猜 快猜我的是什么 我看看我看看 哦 你的是花吗 嗯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的下面是小草哦 啊 那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小花 也可以把它当做大太阳 啊 那你的是个大太阳啊 下面呢 像小花的话 下面就是小草和小花 是一起生存的嘛 如果是大太阳的话 就是太阳和阳光 照在小草上 小草会作光成的哦 哦 你的好漂亮呀 我的寓意很好的 哦 还有寓意哦 那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呢 是什么呀 好 雪儿雪儿 我告诉你吧 我的这个是沙滩上的东西哦 哼哼 导音子见这样的沙滩 啊 看我的沙滩不是很清楚吗 这个是草地 然后呢 椰子树哦 哦 嗯 那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现在呀尝一尝吧 好 我给你吃一个我的椰子树吧 嗯 好吃吗 好吃吗 雪儿你吃出它椰子树是用什么做的了吗 嗯 好像是猎猴桃哦 对哦 看这样雪儿就吃水果了 那雪儿来给你吃一个太阳的光芒 啊 嗯 好吃吗 嗯 好好吃啊你的太阳 嗯 这是小番茄做的 你有没有吃到一点酸酸的味道 嗯 好像真的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呢 还带了一点柠檬的味道 柠檬的味道 柠檬的味道 还放了柠檬呀 嗯 那小朋友们 看 我们练文做的呢 特别简单的 你们会做出什么好看的造型吗 嗯 所以呢 等到你们做出好看的造型之后 一定要爱好我们哦 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下次可以给你做你们的造型了 那小朋友们 我们这期节目到时结束了 下次再见吧 拜拜